圣诞节是神圣的时刻 因为圣言成了血肉 天主取了我们的人性 居住在我们中心 他是厄马努尔 是天主与我们同在 以上是教会描述 耶稣诞生人间的几个用词 你准备好 迎接耶稣的到来吗 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整个礼仪的气氛就变了 前三个主日 教会不断的在提醒我们 要做好身心灵的准备 迎接耶稣的到来 以忏悔悔改 为主要的精神来做准备 今天整个注意力 准备集中在耶稣的身上 教会邀请我们反省 天主取了我们的人性 诞生在一个活圣圣的家庭里 居住在我们当中的耶稣的奥祭 读经义当中 以沙利亚先知 透露天主对人的诺言 他说 有一位真女要怀孕生子 并给她起名叫厄马奴儿 意思是说 天主与我们同在 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书信强调 耶稣的诞生因验了先知们的预言 就是有一位摩西亚诞生人间的预言 他虽然是达威家族的后裔之一 但是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子 表示他是人 诞生在一个活圣圣的家庭 但却拥有天主性的神圣身份 马奴福音描述得非常非常清楚 他说天使在梦中向若瑟说明 即将诞生人间的这位救主 真正的身份是谁 并强调圣母玛利亚是由圣神而怀孕的 如同伊萨伊亚先知所预言的 他是由一位真女所生的 他的名词是耶稣 因为他将从罪恶中拯救了人类 拯救了我们 族内的兄弟姐妹 这三篇读经拥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在描述我们所等待的 所期待的 所想看到的 墨西亚来临的真正面貌 借着耶稣的诞生 天主愿意参与人类生命的故事 甚至成为人的一份子 从中愿意教导我们 活出符合天主旨意的生命 带领着我们走向永生生命的途径 既然如此 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 整个圣诞节的忠心 应该举重在耶稣身上 因为他的确是 我们庆祝圣诞节唯一的理由 希望我们能在圣诞节前的这个礼拜 好好地去算用这神圣的时段 来彻底反省刺激 在祈祷当中做好身心灵的准备 盼望着那时刻来到的时候 个人也好 自己所属于的家庭和团体也好 都领受了天主满满的祝福 天主降福